各位好 做了两期 这个阿拉在太阳旗下 本来今天是要做第三期的 但是有一点时政要讲 那今天就查一段时政 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张三 这么很聪明聪明的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碰到这样的人 你会喜欢他吗 OK 张三的这个结局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坎坷 我们在后面会讲 就是一个人 如果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太精明太聪明 只为自己着想 而不顾这个社会 不顾别人的话 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 日本这个社会 之所以安定和平稳定安全 是由于它除了白道 还有黑道 OK 还有一个粉红道 日本是不广是有法律 它还有一个法律以外的 另外的一个法 OK 如果说是这个白道治不了你 那么就粉红道 粉红道就是 我会下面讲这个阿珍的故事 它是属于粉红道的 而粉红道呢 这个也是 对这个治安啊 对这个稳定啊 对这个和平 对安全其实很大的作用 实在不行 那就来黑道啊 如果连黑道都治不了你 如果你得罪了日本的社会 那就会黑白红 OK 一起来对付你 任何一个外国人 你在日本 如果得罪了日本社会 得罪了日本人的话 这个是没有胜算的啊 这个话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想讲的是美国 OK 今天不讲日本 为什么说美帝国主义 这个是必定要失败啊 这个话题啊 因为帝国主义靠什么 帝国主义是靠武力 如果帝国主义已经宣布说 我们不用武力了的话 那他还是帝国主义嘛 OK 就像这个中国共产党啊 这个如果是变成全民党啊 如果变成有私有财产啊 那他还是共产党嘛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 引起这个话题呢 是新上任的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 布林均的最近的一个发言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美国不再使用武力 去改变别人的政权 OK 再去影响别人的政权 去输出他的价值观啊 不再使用武力啊 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 伊拉克战争啊 这个我们回忆一下啊 在2002年2003年 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啊 这个伊拉克战争的这个 之前的这个讨论啊 非常非常的激烈 当时我在好莱坞 我在加州 交了几位很好的朋友啊 其中有一位啊 这个自称为是这个 中华什么国的总统 OK 他就自己建了一个国家 他称他自己为总统啊 当然这个人呢 我可以理解啊 他是个民运人士 他是受到了共产党的这个压迫啊 在共产党的这个手里坐过牢 所以他对共产党是有深仇大恨 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 所以他到了美国来以后呢 他就比美国人还要美国 就比美国人还要反中国啊 反中共他哪应该说这么说啊 所以当时的话 我们其实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鲸肉饭啊 其实也蛮难谈得来的啊 那么当时的话呢 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啊 我是绝对的反战派 当时美国的反战派也是很多 一些罗伯尔奖的得主啊 都上街游行了 而且全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游行 包括英国啊 都反对这个战争 但是呢 当时的小布什一意孤行啊 就是硬实说这个 伊拉克有大规模撒伤性武器啊 就拿这个借口和这个911这个事情 就对这个伊拉克啊 动手了 结果是什么呢 啊 这个已经差不多20年 就这么过去了 十几年过去了 那么我现在回过头去问 这个中华大国的大总统啊 我这个朋友 是我对了 还是你对了啊 这个十几年之后 我们回过头去看 我们那个时候的争论 那个时候 9个是非常反对共产党的 OK 那个时候我是很不好看好共产党 因为20年之前的话 当时还是邓小平的时代好像是 或者是江志明刚刚开始的时代 还看不清共产党的道路那个时候 而且当时的9个心里面 知道的共产党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 所以9个跟特别 这个朋友啊 心情是一样的啊 就仇恨 那个时代的共产党 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啊 就是对那共产党我们是 我是也是非常不喜欢的啊 当然我没有他那样的仇恨 但是我至少也是不喜欢嘛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确实争锋相对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 旗帜鲜明的反对这个战争 结果这个战争一打 打了后来呢 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个话越来越转越来越转 变成了民主自由 变成了是由于萨达姆不搞民主 不搞自由 由于他这个独裁 所以呢 这个美国的军队到了伊拉克 变成了美国人民解放军了 OK 变成了美国的军队到了伊拉克 就解放伊拉克的人民 问题是伊拉克的人民他欢迎你吗 他要你这个解放吗 结果呢 这个 深入那个礼堂里面啊 我们知道这个伊拉克啊 是这个巴比龙文明的这个发源地啊 是两个流域最早的发源地 那里的人民也是非常倔强的 结果呢 萨达姆不打你 其他人也要打你 结果美国就深深的陷入到伊拉克的这个泥潭 结果他在伊拉克搞民主搞成功没有呢 伊拉克现在和平了吗 伊拉克现在人民幸福了吗 现在已经民族了吗 最终的结果 除了这个小布什报了他的私仇 为了他父亲报了仇 杀了这个萨达姆一家人以外 还有什么 他对美国带来的什么 他对伊拉克人民带来的什么 他对世界人民带来的什么 什么好处都没有 OK 赔了那么多美国兵 付了那么多钱 所以这个以后呢 当然美国啊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没有停过了 这个朝鲜战争 这个越南战争啊 然后就是这个中东 阿富汗啊 这个伊拉克 一直打过来 啊 就没有停过 对吧 所以现在呢 美国终于明白了 不能靠打 对吧 不能靠打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国务卿啊 新的国务卿 不能恐这一次的发言 如果是富有历史意义的话 如果将来会成为美国的国策的话 真的是美国一个从根本上的改变 也就是美帝国主义 放弃了帝国主义 OK 他放弃武力了 这是一方面我要讲的啊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 布林肯提出来 八件急于要做的事情 其中一件就是对付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是唯一的有能力 从科技上 从这个经济上 从这个生产力上 从各个方面啊 唯一一个有能力挑战美国的 这也是把中国 不能说是捧得很高啊 不是捧得很高 中国真的就是高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呃 中国就是按照这个习近平 他们讲的话 就是确实他是强大起来了啊 中国就是 他们怎么说的 中华民族的什么伟大复兴 OK 那就真的是复兴起来了啊 那么中国呢 他刚好是一个 不搞帝国主义的 这个国家 他不是靠武力啊 中国这个国家 从历史上到现在 他是靠文化 他是靠文化的侵蚀 他到任何地方 他输出他的文化 你看现在在这个非洲啊 据说是非洲的很多国家 可以直接看到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非洲的很多国家 直接播中国的电视剧 非洲的很多小朋友 就由于看中国的电视剧 会讲中文啊 这个就像日本输出 他的这个动漫啊 由于很多小朋友 喜欢看日本的动漫 他会讲日语一样 他 他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 中国用他的这个电视剧 这肥皂剧 不断的释入到这些国家 然后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 慢慢接受中国的文化 接受中国的这个文字啊 那他就是 从根本上改变 他和帝国主义的 用墙用泡不同 他是一种软的实力 所以这是对美国 最大的威胁 所以呢 不能肯正一点 他也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就在这里 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你美国不用武力 你想用什么 跟中国抗衡 OK 甚至他讲了啊 该合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合作 该做生意 我们还可以做生意 该做敌人的时候 我们就做敌人 对不对啊 那我就说 你既然不用武力了 那你用什么 以中国为敌 这是我提出来的 你中国 你美国 除了武力以外 你还有什么 其他的东西 能够跟中国过招 你输出你的民主自由吗 民主自由 确实是很好卖啊 但是这是在之前 但是这一次 这个 川普这么一搞 把这个美国的民主自由 也搞成这个样子 尤其是这个新冠肺炎 啊 这一来 所以全世界对这个民主自由啊 就开始有怀疑了 这个怀疑 不管是发展中国家 连他们的盟友 最忠实的盟友 欧盟 连欧盟的领导都提出来 我们对这个民主自由啊 我们西方的整个价值体系 开始了这个永久的怀疑 OK 就开始 我们就是不相信这个事情了 所以说 你这个美国不用武力 你想用其他的经济 金融科技 我就不知道 但是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 只要是不打仗 这是我的观点 只要是你不打仗 也不要打细菌战 OK 也不要打生物战 啊 你们用金融也好 你们用科技也好 你们用这个价值观啊 这个意识形态也好 什么也好 竞争 这只会促进人类的进步 OK 只会促进人类的互相竞争啊 走向更高的台阶 而不是毁灭人类 OK 我在这里要恭喜美国啊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至少是布林肯 这个新国务卿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这样讲话 就是美国从此不使用武力 来改变别人的政权 来输出自己的民族自由 OK 这一次一个划时代的啊 有划时代意义的 那么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跟中国的抗衡啊 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 不使用武力啊 扩展的这个国家 那就是说 我们来比中国跟美国的软势力 OK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再说一遍啊 从整个历史上看问题 从很久之前到现在 九哥虽然是搞艺术的 虽然不懂政治 但是每次九哥所判断的事情 九哥所说的事情 好像都中标了 OK 好像是没有一次 是这个弄偏了的 OK 这也就是说 嗯 你说我是走运也好 你说我是跟这个啊 上面有联系也好 啊 这个就随便你怎么理解了啊 OK 明天我们继续播啊 好了 再探一起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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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